最近港媒拍到了她的最新照片 52岁的她气质变化巨大 穿着朴实 开着97年老旧车子 住在深山村屋 简直就像从天上掉到了凡间 昔日女神朱英为何会论婆成这样 难道是因为嫁给了穷小子黄冠忠 情结与一生遗憾 1991年20岁的朱英凭借出色的外形 成为热门电影《桃学威龙2》的女主角 这不仅是她的荧幕处女作 也让她邂逅了人生的初恋 那时29岁的周生池是电影的男主角 朱英活泼可爱 总能逗得她开心 两人有一场吻戏 原本可以利用错位技巧完成 但他们却深情拥吻 这是朱英荧幕初吻 也在她心中种下了爱情的种子 当时周星驰正与女友罗慧娟恋爱三年 罗慧娟聪明能干 把周星驰的生活起居 照顾得面面俱到 想与她结婚 但年轻气盛的周星驰仍志在视野 这对她来说过于束缚 再加上母亲不满意罗慧娟 周星驰根本不打算结婚 当电影《桃雪威龙儿》大获成功后 周星驰与朱英的绯闻锤随之传开 罗慧娟心如刀割 尽管双方都否认恋情 但广大观众们早已开启吃瓜模式 罗慧娟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周星驰 主动提出要结婚 这位细言一句 你神经病啊 两人感情就此破裂 周星驰选择了自由 也从此失去了这位贤内助 朱英的出现只是雪上加霜 让这个注定破裂的感情提前画上句号 一段佳话就此展开 而这也改变了朱英原本顺利的人生轨迹 之后 周星驰在视野上日渐成功 他极力推荐朱英出演《大话西游》的女一号 在这部电影中 朱英精彩演绎了紫霞一角 和他演的至尊宝间的感情线牢牢抓住观众眼球 1995年 两人再次共同搭档拍摄了《大话西游》之《大胜取亲》 周星驰亲手为朱英写下了许多动人的台词表白 两人的感情也在拍摄过程中达到高潮 然而就在这时 两人的爱情之路却突然中断 他们宣布分手 结束了三年的恋情 一对金童玉女就此散场 实则被绿跌入谷底 直到多年后 周英终于揭露了分手的真正原因 周星驰出轨 据周英透露 他曾亲眼捉监过周星驰 那天他来到周星驰的酒店房间 发现房内空无一人 卫生间门紧锁 而床单还是温热的 这明显的证据表明 周星驰背着他和其他女人约会 当时外界猜测第三者很可能是在大话西游剧组认识的莫文卫 但莫文卫否认了这一说法 周英曾流着泪说 这三年来 两人相恋的日子他经历了爱与痛的双重折磨 周星驰不愿公开关系 自己的内心备受煎熬 在这段感情里摔得很惨 单纯的他渴望一段正大光明的爱 但他给不了 一颗真心换来的只有悲伤和痛苦 只能选择放手 这也成为周英许多年不能走出的心病 分手后他接拍了一部警匪剧 却发现这部戏极其尺度大 完全亵渎了他之前的人设形象 起初周英被导演王晶邀请出演这部片子 他希望能够迅速转型重新出发 于是在未看清剧本的情况下 就匆忙签约 当真正开拍时 朱英才发现 这是一部类似AV的影片 却已经身不由己 影片已经上映 朱英紫霞仙子的形象 顷刻间粉碎 观众对他大肆谩骂 资源瞬间断流 朱英从巅峰跌入谷底 这一打击几乎将他摧毁 而就在这时周星驰的一句 没有开始哪来的结束 更是直接将他心口插了一刀 而他曾付出真心的恋人 不仅背叛了他 还在分手后狠狠伤害他 朱英靠自己的毅力走出这一切 但至今回首 依然觉得当时的痛苦无以复加 但俗话说得好 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家 毕竟姻缘上天安排得最大嘛 天赐良缘骂盛一片 1998年 朱英在自家门前总是看见 发现一条狗一直无人问津 便好心带回家精心照顾 后来朱英在小区里 看到寻狗骑士 联系方式竟是就住在他楼上的邻居 原来他就是这只小狗的主人 朱英敲开门 想把小狗归还 却发现主人竟是自己喜欢了很久的歌手 皇冠忠 这原本只是一次平凡的邂逅 却让朱英与皇冠忠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上天注定他们的相遇 朱英从周星驰的创伤中走出 却在毫无防备时遇见了真爱 有时候上天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 让最适合你的人出现 至于你内心的伤 两人的爱情让许多人惊讶不已 有媒体说皇冠忠配不上朱英 因为朱英的成长环境非常优越 在那个年代 许多女演员都是出于生气所迫 进入娱乐圈 他们或还债或养家 背后多有悲惨遭遇 但朱英幸运地拥有完整的中产阶级家庭 父母的爱给了她巨大的安全感 他们用爱和鼓励培养朱英 让她从小就明白自己是被深爱着的 当她想走入演艺界时 父母再次给予全力支持 只要她自己开心就好 她选择当演员纯次出于对表演的热爱 并不需要为虎口才入行 可以说朱英从小生活无忧 成长过程顺风顺水 只都得益于父母对她的呵护与鼓励 皇冠忠不仅长相平平 当时人气也大不如前 而且出身贫苦 父亲还经常家暴 她自己靠打工勉强上了大学 加入比亚的后稍有起色 但从不如和其他成员红 多年前皇冠忠曾在演出时 望着台下的朱英 心动不已 但她觉得与天之娇女朱英比 自己只是普通人 不敢开始追求 直到多年后 命运让他们再次相遇 她从不掩饰对她的爱意 她当众牵手 让所有人知道 她最爱的女人就是朱英 朱英也发现 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 与她合拍无比 两个人在狗狗音乐等 许多方面志同道合 皇冠忠给了她想要的光明正大的爱 这让她得到了极大的安全感 而且朱英遭遇低谷时 使皇冠忠默陪伴 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 将她拉出泥潭 朱英也全心全意 回报皇冠忠的真心 她眼中 皇冠忠的歌声 永远是最动力听的 两人喜结良缘 互相扶持 度过了非议和风雨 一次 皇冠忠的父亲 因想带外孙女出门悲剧 竟打了朱英 皇冠忠勃然大怒 誓言如果父亲再伤害家人 他会亲手杀了父亲 朱英知道 自己找到了一个 会无条件保护他的男人 面对外界诋毁 朱英没有退缩 他只要做自己 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 真爱无需他人认可 朱英觉得 嫁给皇冠忠 是他此生最正确的决定 平平淡淡才是真 朱英与皇冠忠婚后 被港媒爆出 住在破旧老村 开着老车遭吐槽沦落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 他们住在香港深圳的豪宅不假 购置农村老宅 是因为两人都热爱大自然 想再次沉浸创作 与追求宁静 皇冠忠需要安静的环境创作音乐 朱英也能带着爱情散心 其次他们开旧车出行 也纯属个人喜好 并非生活结局 资产方面 他们早已靠事业积累了足够财富 最后在农村生活 他们远离喧嚣 过着简单自在的日子 这正是朱英和皇冠忠 想要的生活状态 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批沦落 其实是媒体夸大其词罢了 朱英和皇冠忠在追求内心的平静 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这比在都市中追名逐利更可贵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最新视频 也依旧还有当年的迷人气息 他们用洒脱证明了 紫霞仙子也可以简朴自在 不必在乎旁人眼光